我们从岁末年初的时候开始一个小的一个主题系列的分享 叫做时间 上一次讲的是时间的受害 再上一次说的是时间的受造 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时间的受洗 也是它的第三角 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来总结出这种套路来了 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救赎史观来看 你会发现万事万物 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个 我曾经讲过一次是一个对号 起初受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然后堕落之后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它救赎更新这样上去 这样一个对号 所以你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去从这个角度 有一个宏观的框架性的理解 哪怕刚才咱们唱的那个歌里边 你比如说唱的小鸟 你同样也可以去思考小鸟 它是如何受造的 它又是如何被罪所影响的 它又是如何能够得救和更新的 在天堂里有没有小鸟的唱歌呢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这样的一种框架来去看待 这就是一种但是也是我们共同认定的一种基督教的史观 在我们今天的第三讲当中 所谓时间的受洗 就在讲的其实是罪人的得救和受洗 对时间带来的影响 对吧 我们说时间在它受造之初的时候 是美好的 就跟其他的世上万物一样的美好 不过在人类堕落之后 它就被人类的罪所连累 在伊甸园的那个事件当中 创世纪写在伊甸园外有四条大河 对吧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好像只剩两条了 又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 剩下两条就不见了 也可能是在那个洪水之后消失掉了 也可能是直接在乐园之后就没有了 不过我们说 虽然两条河不见了 水汽不见了 但是时间并没有跟它一起消失 历史仍然在展开 虽然从此之后 这个历史在不断的流淌和展开当中 看起来也是一种混沌不堪 泥沙俱下 我们对历史的这个看法 当你去读一些历史书的时候 你读的越多 你会发现其中越充满一些难解之谜 就好像你看那个河 你从天上 从卫星的角度看 它好像还蛮平顺的 你越接近它去看 你发现其中就充满了各样的漩涡 湍流各样的一些层次 里边又有裹挟着泥沙 裹挟着一些树枝 裹挟着乱七八糟各样的东西 对吧 越看不清 你越具体地看到其中的一些事情 越看不清 就如同我们生命一样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许多具体的事件 就像一个个漩涡会把我们缠在其中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世界的历史 好像又回到了起初 受造之先的那种空虚混沌和黑暗 不过即便你说这个河中有沙子 其实那个沙子也是我们 如果说历史和时间被罪所玷污了 那正是被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所玷污的 对吧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便说这个已经被玷污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仍然说这是一条河 河里边有沙子 我们也并不说这是沙子 沙子里边有一条河 对吧 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那个真正的主流 就是在这个看起来特别浑浊不堪的这种河水当中 上帝也有他的旨意吗 看似特别混沌不堪的历史当中 上帝也有他的旨意吗 这就是你看待这个世界和看待历史的可能非常根基性的一种看法 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时间当中 在历史当中 虽然看起来浑浊 看起来无法分析清楚 但是这里边仍然有神所定的秩序和美意 这条河总体仍然向着神所定的目的而去 仍然沿着神所划定的这个路径 蜿蜒前行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理解 虽然说我们这些罪人 这些泥沙 让时间受害 让这条河浑浊了 但是这条河也同样让这些泥沙受洗了 也把他们冲洗干净了 也让这些泥沙分出了层次 甚至于显出其中一些被神所保留的黄金 对吧 是他的选民 好上以上所说的这些好像有点像诗 但其实是神学 是吧 而且在神那里 我相信诗和神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 所以当世人想要来 假装自己是神 或者打造神的时候呢 他也一样 会故意用一种像诗一样的神学 或者神学一样的诗 来表现出这种没有区别 比如就在69年前 有一个左翼诗人叫胡峰 他为了庆祝国庆节大典 就发表了一首长诗 这个诗的名字就叫时间开始了 然后呢 你可以读一读啊 我们发现这里边 它毅力像一尊塑像 掌声呼声静下来了 这会场静了下来 好像风浪停息的喊 只有微风吹拂而过 一刹那通道永远 时间奔腾在树木的呼吸里边 跨过这树木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得起来 敏感词 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掌声爆发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一瞬间化成一片沸腾的海 一片声浪的海 一片光带的海 一片声浪观的交托着的 欢悦的生命的海 这就是诗 这诗里想说的当然是这个场面 对吧 当然是这个场面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神学 这就是一个注解 这一位诗人 他明显在对创世纪进行模仿 或者说叫做进行亵渎 对吧 那么他再一次证明了 人人都有神学 以及基于你这种神学 带来的三观 历史观这些东西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边 你要注意 十月一号之前是没有时间的 时间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对不对 或者换言之 时间的意义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不是从神说成了开始 而是从他的神说成了了 这样的开始 对吧 所以 神学和三观 竟然连胡风都有 基督徒当然更有 因为上帝已经借着圣经 向他的选民启示了 历史的进程和意义 不过我们很遗憾地说 我们需要承认 即便大家都是基督徒 大家对历史的看法 对于时间的看法 对于圣经的看法 很难做到一样 有时候就连基本一样都做不到 不过这个时候 不是要去用多元主义的好时候 说你理解的也对 我理解的也对 大家和谐共处吧 不是这样 当我们在谈论历史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基本框架的时候 尤其不能这样多元 简单的来说 基督徒理解历史的方式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说的那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认为 历史总体是有秩序的 只不过局部有混沌 这就叫河里边有沙子 另一种的理解就相反 认为历史整体上是混沌的 虽然它局部有秩序 这就是认为说 沙子里边有河 是吧 你仔细想 你对人类的历史 和对这个世界的万物 你是怎么样去理解的 总体上有秩序 局部是有混乱 还是总体就是混乱 但是个别地方有秩序 这就是两种的不一样 可能有人现在就问了 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呢 史观不一样又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单单 大家信靠神就好了吗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这两种观念 你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哲学问题 或者叫历史问题 史观问题 但是它的本质 却正好是一个神学问题 就是说你是如何信神的 或者说你信的是 怎么样的一位神 就是决定于这个问题 具体来说 就是你对神的主权 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神是那位 你相信神是一位 一直在掌权的 掌握全权的神 在全地掌权的神 那么你就会在 即便深陷漩涡和混沌之中 你仍然可以去相信秩序 公义和恩典的存在 你仍然相信 即便我不懂这个意义 在神那里它有意义 你相信它的掌权 否则的话 你并不觉得 神在万事万物中掌权 甚至于神不掌权 如果你真是这样认为的 那给你再多的秩序的 公义的恩典的 美丽的那些例子 你也仍然会被你身边的 这种漩涡把你卷进去 无法自拔 沉浸在黑暗和空虚当中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不重要 打一个比方来说 一个人的思维体系的形成 就好像是一个 他穿衬衫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系扣子的时候 最下边那个扣子 你就系错位置了 那么就可以肯定 要么就是你接下来 跟着所有的扣子都系错位置了 对吧 要么你在中间某一个地方 你又系对了 那它就会鼓出一个包出来 肯定的 对吧 所谓的这第一个扣子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的神学和三观 它就像是说仿角石一样 或者说是那个叫做定音鼓一样 就是给一个基准的角度 来决定了你其他一切三观 这些观点 怎么去生发出来 所以这一个扣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我个人举例来说 我个人的这一件衬衫 就是所谓我的思想体系 如今回头看 在多年之前 第一个扣子就是系错的 以至于导致其他地方在鼓包 而且鼓不止一个 以前我还不仅是不思悔改 我不觉得自己系错了 我会抱怨说 这件基督教衬衫 设计里有问题 这衬衫有问题 是吧 让人系不住 如今在神的恩典当中 在他带领之下 我回头看 并且总结现在 我想第一个扣子 好歹算是系到了正确的位置上 其他的扣子也跟着他 慢慢的一个一个的 把它系好 虽然在这种归正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一样 有时候你常常手忙脚乱 有时候呢 某一个瞬间 好像你鼓得包更多 因为本来是神的恩典 独自运作 但我们很喜欢帮神的倒忙 是吧 导致有些时候 你那个衬衫看上去更难看 不过这个过程 仍然是很好 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说 这扣好的第一个扣子 它到底它的主要性质是什么 这个如同基石一般重要的扣子 就叫做圣约 这个扣上面写的就叫圣约 是吧 淘宝上没有 只能外国网站上 是吧 如果哪天我的衬衫扣子换了 我就买这个扣子 扣在这 提醒自己 非常的重要 所以靠着圣约神学 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们才能够去理解 整个的圣经在说什么 人类的历史当中 发生的事 到底是怎样的意义 在几年前 我刚刚认识圣约神学之时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圣约 对吧 不过我当时只把圣约 是局限在时间之内的 不过随着进一步学习 我发现 早有很多属灵的前辈 他们已经正确地指出 不光是在时间之内有圣约 在时间之前还有圣约 也就是 未有世界之先 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彼此之间 所立的那个圣约 我们在那个亚特纳修信经 和其他的信经当中 说过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他们同尊同志同荣 同权能 什么同永恒 这些 对吧 我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 这个非常的重要 可是这个很难以理解 对吧 然而我们说 从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 我们就知道 在某种难以想象的荣耀当中 在没有世界之先 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 我们的得救 我的受洗是在2000年 或者是你1993年 或者你更早 198几年 或者你比较晚 你是2015年 对吧 你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是神却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所有人的得救 其实是在创世之初 对吧 在创世之前 上帝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就能告诉你 当时的三一神 在怎么样商定 这个救赎之圣 对吧 那个时候 他已经商议了 将来我们所造的这些人里边 有名有姓的这个人 在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在什么样一个预定的节点 把他拣选出来 这个就叫做三一的圣约 或叫做救赎之约 十节也是这个意思 要照做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所以我们说这个上帝 三位一体之间的圣约 跟人有关的部分 至少应该有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叫救赎 第二个是叫创造 是吧 跟创造有关的 不过我们为了正确的来说 救赎本来就包括人的得救 和世界的得救 只不过我们经常 比较狭义的理解为 说救赎就是人的得救 因此我们就 把它好像创造的那个部分 和更宏大的部分 就把它抛开了 其实这个就是记错了的 第一个扣子的一种反应 你对于救赎只认为是人的得救 甚至于只是你个人的得救 这种三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说救赎之约 这个名字会给我们这种错误的暗示 那我愿意换一个名字 这因为方便记忆 因为是三一神彼此之间的圣约 所以你完全可以叫做三一之约 对吧 三一之约 或者区别于以后那些所有的圣约 叫神人之约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叫做神神之约 是神与神之间彼此立的圣约 所以神神之约和神人之约 有两个重大的不同 至少两个 就是第一个是神神之约 是发生在时间之前的 而神人之约是在时间之中的 这是第一个 当然所谓的之前还是之中 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对吧 从神的角度可能没有这种区别 第二个重大的区别说 神神之约才是真正的 叫做平等条约 因为三一神的位格是平等的 对吧 而神人条约 其实是不平等条约 不过你要注意 这个不平等 并不是说对人不平等 而是说对神不平等 你要注意 不是对人不平等 是对神不平等 因为神人之约 都是神的单方面恩典 是他对人的福救 他并不需要赐下这个恩典 然而他赐下 他并不需要告诉你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而他告诉你了 他并不需要来限定 自己做事的方式和内容 但是他就限定了 用圣约的方式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叫做对神的不平等 他是要按照圣约的清楚内容 跟人建立关系 人和人建立关系 如果拿这个做比方 你会知道非常的艰难 对吧 因为有时候 你跟人和人之间 没有确定的一些个规则 没有一些确定的 大家的一些共识的话 这种关系很难建立 你觉得太疏远了 他觉得这个距离正好 你想要靠近的时候 他觉得被冒犯 对吧 你觉得说这话是开玩笑 他觉得是你侮辱他 你觉得这个是为了帮他 他就觉得你是瞧不起他 等等 人和人形成共识是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关系的建立 最好是要有一种清楚的一种格式 从前在世界上 外邦人他们所信的神 就是在一种神秘和模糊当中 包括中国人 希腊人都是一样 他们想知道神的旨意 可是他们的神不说话 不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 因为他们只好猜 占卜 咱们中国就叫甲骨文 是不是 拿个乌骨龟壳 或者兽骨 在那烧 烧根据他那个列问 是怎么一个走向来猜 今天往这儿偏着多 说明今天应该打仗 这是神向他显明了 往那儿偏着多 今天就不出手 他们只能去猜 所以你要知道 这样的跟他们的神建立关系 是多么的困惑和费解 对吧 你永远不知道你所做的事对还是不对 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 他将圣约赐给我们 那些圣约以律法为代表 都是非常清楚的条文 对吧 你要做什么 神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是清楚的 不是一种含糊的混沌 这样的一个意思 神人之约的要素以前也提过 有这么七个要素 是由这个神约家们总结的 说这种神与人立约 有这么七个方面 有发起者 有受约代表 有受约群体 我这儿特别把 人们常说的立约代表 和立约群体 改成了受约代表 和受约群体 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是神的单方面赐下的圣约和恩典 并不是神和人之间双方商定的 就像中美签订什么协议了 或者是和什么英国欧盟签订什么协议了 不是那种平等的关系 你是一个承受圣约的 然后就是这个约的内容 以及守约有什么祝福 被约有什么咒诅 以及立约的记号 以前我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就不太多说 如果用一个表格来总结 就是这些的 我们说在神人之约里边 是有六个圣约的 就是亚当 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大会和基督之约 再加上之前的神神之约 这些就是叫做七个圣约 所以这个完整的圣约 总结一下 时间之前叫做神神之约 就是三一之约 救赎之约 立约方是神的三个位格 内容就是创造 救赎 以及其他肯定我们不知道的 一些奥秘 而在时间之中 这个都叫神人之约 或者叫恩典之约 恩典之约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有什么资格 要求神给你立约 而是神单方面赐下恩典 服救我们立下圣约 所以这才叫恩典之约 所以神人之约 或者圣约 或者恩典之约 这几乎都是同一词 都是同一词 可能你觉得还是很难记 甚至有刚刚这篇翻过来 六个圣约 亚当 诺亚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基督 往后一翻就忘 哪六个呢 是吧 可能不是那么好记 但是也许记忆不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所有的神人之约 如果再概括一下 如果再概括一下 其实是很容易记 四个字而已 以马内力 你想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经文 开始读的经文 大家读了这五节 看似毫不相关的经文 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 跨越整本圣经了 对吧 可是你肯定读出来了 这个经文当中 共有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要做你的神 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不过这一句话 其实你概括总结一下 就是我说的 这就叫神人之约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觉得这句话好简单啊 然后真的简单吗 你想要真的理解 和践行这句话 你就必须知道 神是谁 有什么样的性质和本性 他要做你的神 那这是什么样一位神 你得知道这个吧 然后呢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么你们是谁 就是人又是谁 人又有什么样的本性 你得知道人是谁吧 然后才能说 在这样的神 和这样的人之间 到底能够形成 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是吧 这个关系 就是叫做圣约嘛 所以你想理解 这句话 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它足以概括 这个圣约神学了 神人的关系 神人到底什么关系 就是叫 伊玛内利 伊玛内利是什么意思来的 神要与人同在 对吧 神人同在 神怎么跟人同在的呢 借着谁呢 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你要非得爱三一个位格来说 你不可能说天父与你同在 父是在天上 对吧 具体与我们同在的是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如今圣灵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说的 这就是神人同在 或者叫伊玛内利 具体实现的方式 而那个神神之约里边 我们又看到 神拣选我们 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 对吧 所以你就发现 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连接了 神神之约和神人之约 最关键的那个扭带 所以 这就正如同他在 我们所说的这种 伊玛内利 其实就是叫做 伊玛乌斯路上 启示出来的 伊玛内利神学 两个瘾 很好记得 刚才我们唱的歌里边 提到伊玛乌斯 是吧 伊玛乌斯的神学 是什么意思呢 你还记得吗 耶稣在路上 跟两个门徒 一个叫格六八 是吧 跟他们说话 说你们信的太迟钝了 于是27节 最关键 耶稣基督自己 从摩西和先知起 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摩西说的话 众先知说的话 原来都是指着 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可是这个不是人 就能轻易地 自己看出来的 对不对 是借着耶稣 在这个路上 向门徒启示之后 看出来的 同样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在那个房间里边 耶稣又在跟他们讲 说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 所记的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你仔细想 旧约的结构是什么 就是叫做 我们说历史书 还有律法 还有智慧书 先知书 就是这些 耶稣所说的 已经把整个旧约都涵盖了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 这已经代表了 旧约的三大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旧约的上面 所说的重点都是它 核心都是它 这就是一种神学 对不对 就是你解读那些 看似纷繁 无杂的现象的时候 你想知道 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神学 这就叫 以马内利神学 就是鉴刺的展开 要把神到底 要怎么做你们的神 你们怎么要做 他的子民 以及所谓 以马内利这个预言 要怎么实现 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这就是圣经 苦口婆心 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在历史当中 启示出来 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你唯有借着这种 以马内利神学 你才能知道 主耶稣是应验 成全了旧约里边 所有的那些预表 你这样才能知道 你看到乐园中的生命树 你才知道 生命树指的是耶稣基督 那个所谓的 女人的后裔会伤蛇 那个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她 她是同女所生的 那个被杀的羔羊 做了皮子 给亚当夏娃披上 那个被杀的羔羊 在预表的就是基督 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那一条 东边来的那条道路 正是耶稣基督 道路真理生命 说的是她 其他都一样 挪亚的方舟 预表的是耶稣基督 使神 神人和好的圣者 带以色列民去 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一位 也是她 她是真正的被献上的以撒 她是真正的像 亚伯拉罕的直约里边 所说的万国万民的祝福 因为那个 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说的是 你的那一个后裔 将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那是旧约以色列人他读不懂的 对吧 或者说今天的以色列人读不懂 唯有在基督里能够读懂 其他的一切 割离 生命的水 新约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指着耶稣基督 这就叫神与人同在 具体就是这样同在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说 时间之前的神神之约 是时间之中的神人之约的前提 是因为有那个约 才会有这个约 是因为上帝爱他的儿子 所以他才会爱世人 这是前提 这个前提是以教义当中的 三位一体为保证 而神人之约呢 又是那个神神之约 最重要的彰显 就是以马魅力 这又是借着神学上 我们所说的神人二性来实现 对吧 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 来实现了这个中宝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最后的 这样的一个总结 就是神神之约 这是一个对吧 加上神人之约 这是六个 这七个约 你可以称之为就叫做圣约 所谓的我说的 那个最重要的扣子 和你理解历史 理解圣经的那个框架 这可能是我已经 绞尽脑枝 能够总结的最简单的说法 那么用这个红字标出来 就叫做三位一体 神人二性 以马内利 哈利路亚 这个可以概括圣经了 基督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体系 它的意思分别是说 三位一体指的是 神神同在那个圣约 神人二性指的是 以马内利 神人同在的这个圣约 而以马内利 在神人同在的时候 人得了平安 可是这人得平安 得救赎 得永生 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目的 最重要的那个目的 我们说的是荣耀上帝 是哈利路亚 赞美归神 是荣耀归神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这是你 从我们所今天委身的这个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的传统 以整个的圣经的历史 和教会的历史 所总结出来的 这个框架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第一个扣子 这叫圣约神学 它跟其他扣子之间 真的是有因果关系的 你是不是有这种 圣约的框架去理解 以至于更具体点 你是不是有一种约的精神 这就已经能够把人 分成两类了 有一些人是很有规则意识 很有守约精神的 另一些人就没有 对吧 其实这一篇道里边 有一些内容 是我以前曾经讲过的 只不过是好几年前了 是在当时讲 出埃及记时候的某一次 我们说这个蒙约 圣约通常也叫做蒙约 这个中文的词翻译的 其实非常好 蒙约你看这两个字 甲骨文的这个蒙 还挺蒙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人脸 这个是一个器皿 那个是一个牛耳朵 今天有个成语叫 执牛耳者 记得吗 意思就是说 那个立蒙的那个盟主 立约的那个盟主 立约的仪式 就是拿个盘子 在这要杀牛 或者杀羊 那叫牺牲 对吧 杀了这个牛 或者羊 那个血 抹在个人的嘴唇上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拜一下 这叫做杀血为蒙 然后那个耳朵 或者那个肉 放在这个盘子上 这就叫做立约的仪式 蒙 你发现跟圣经里边 那个献祭是不是好像 中国古代这个蒙 对吧 这是蒙 约呢 你看这个小传的这个约 这个字 就是一个 拿绳把什么东西捆上 这个意思 那就要约 捆起来 就是约束 约束 从约束 引申出来 就叫做有规则 我们一般都不喜欢受约束 一听约束 你就想到的是捆绑 束缚 不自由 其实这是误会 任何的自由 都是受约束的自由 钢琴 那是要受音律的约束 昨天在教会 在我们音乐节目 还讲十二平均律 是吧 它是受音律的约束 你不想受受这个约束 你瞎弹 那叫造音 那不叫音乐 做诗 做词 也一样 你想随便写 那就是 美清音乐 自由时 现在时 是吧 你肯定不叫格律时了 所以不受约束的这种东西 不受约束的音乐 就是造神 不受约束的科学 就叫巫术 不受约束的社会 那就是地狱 就这个意思 同样 不受约束的基督教信仰 不受圣约约束的基督教信仰 就是一种高级的迷信 你如果没有一个 从神确定启示的这些话当中 去理解他的这个想法和精神 总去追求一些神秘的 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就成为空虚混沌中的高级迷信 我们谈时间 你有没有想过 时间就是神跟人所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约 对吧 很大的一个约 由定节令日子年岁的日月星辰 具体来执行 很大的约和大约可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 我们咱们中国的精神是大约 咱们教会说九点十分聚会 好多人脑子里边理解的是大约九点十分聚会 所以在八点五十到十点五十之间来 他认为都是大约九点二十来 这个很奇怪的 但是如果假设 神也跟你用这个大约的精神来处理 比如说明天早晨 太阳不是在确定的时间确定升起 而是大约会升起 早晨要到升起的时候 太阳在那睡觉 对吧 或者你问太阳明天什么时候出 太阳告诉你大约八点二十出吧 那你就疯了 是吧 这世界马上就毁灭了 对不对 马上就毁灭了 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神是如此的准时和守约的 我们不守约 这个问题 所以约的精神还是意味着一种规则的意识 上帝把他自己限定在圣约所启示的规则当中 规律当中和内容当中 他要人也这样做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人做事凭的是人情 不是规则 对吧 咱们这个国家民族至今都没有说完全形成能以盟约精神来运作的一个群体和社会 至今都没有 实际上直到今天 维系界定 约束我们彼此关系的 更多的时候是血缘是利益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是这些东西 而并不是规则 对吧 所以咱们这个民族在 国内外都有不讲诚信不守约定这种名声 这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咱们的民族精神里边真没有盟约 而只有厉害的观点 所以只要我有利可图 我就敢撕毁一切约定 只要我不高兴 你只要对我不利 我管你什么合同 什么法规 什么条约 我签了是签了 什么联合国公约 我签了 但里边规定的保护人民的受宗教教育的权利 我才不管你这套 该执法就执法 对吧 我们是签了WTO条约 我才不管你这套 关税照样收 就不让你进来 反正我们无利可图就不行 这种精神 比如大家都知道 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告诉你 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是吧 后来叫只剩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就是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告诉你 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 是吧 仅仅30年你就知道 可以变来变去的 国策呀 是吧 坑了多少 所以我们说 基督教文明 就是一个约的文明 希伯来的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圣约 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个源头 所谓的希腊的精神 也同样有契约这种观念 你再加上这种热尔曼的习惯法 他们也有这种守蒙约的观念 守他们习惯法的观念 所以说这种约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基督教文明最好的一个代表 一个关键词 而约 你觉得是约束 其实也是保护 就像这个盘山公路上的这个护栏一样 它是不是在约束你呢 是 可是在约束的时候 它也在保护你嘛 对吧 所以我们说的圣约 我们所确立的信条 教会的章程 你觉得人与人之间要有规则 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要让我们知道约束和保护 这就是一种三观的问题 所以当你以约的观点来看待圣经的时候 这就叫圣约神学 你用圣约神学看待历史和时间 你就能够在敬畏和赞美神的同时 无论你看见了多少的泥沙和漩涡 你仍然认得出那是一条河 神仍然在那里掌权 神的旨意一定会达成 虽然我们也同样承认 不是这个河里所有的漩涡 我都明白它的意义 以及我如今陷入漩涡中 我并不是就不痛苦 我们得承认人的软弱 对吧 但是当你以这种框架 这种圣约的观念去看待圣经与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那位愿意跟人立约 愿意跟世界立约的这位神 他是创造规律的神 是掌握规律的神 掌握历史的神 他永远不会失败 这就是对他主权的最好的信号 就这个意思 他做的事情 一些意义我们当时可以懂 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当时甚至以后也不会懂 可是我不懂的时候 仍然信靠他 这才叫因信诚意 靠信心生活 如果你必须懂 才能去生活 才能活 你信的是你的头脑和理性 你信的不是神 你要将圣经和历史 要经过你的理性检验 你才能活 这种活法很可怕 你一定会活出矛盾 活不下去 好 说完这个圣约论 我们先说正确的以后 我才要说 这个扣子并不是只有这一个 一开始我就说了 就是基督徒理解历史 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说的圣约论 总体是很有趣的 局部我们承认有混沌 有我不理解的地方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 就是认为总体 其实是没有什么秩序的 虽然局部有一些秩序 所以我们说圣约神学 这就是看待历史的一种 有机的框架 在这个圣约的框架下 历史是一个连绵不绝的 统一的整体 而不是说一段一段的 破碎的故事 历史不是一段一段 香肠才是一段一段的 对吧 所以我们不是香肠神学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 这样一个神学 所以圣约我们虽然说了 神神之约一个 神人之约六个 可是不是说一个取代另一个 并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而是说那是整体的 一个圣约的不同的一个部分 一个更新一个 一个继承一个 将神的旨意 慢慢在历史当中 逐次的彰显开 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圣约 都被称作叫永约 这样的原因 因为它不是断裂的 它是整体 神的永恒性是约的永恒性的唯一 保障 所谓的连续而不是断裂 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说 这都不是比方了 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呼应 就是说我们在谈旧书 说七个圣约 一段一段你可以完全把它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来去比较 创造的确也有秩序 也有次序 是吧 也是分了六天创造的 对不对 可是整个的创造是一个整体 对吗 不是六个片段和碎片 我们说有白天有晚上 这叫一天 可是不是说这一天到那一天之间 空了一下又来一下 它是连绵不绝的这样的去进行的 对不对 所以创造虽然有先有后 可是这不是说 是不是神创造了一点东西 发现这个不好看 我再加点东西 让它看起来好看一些 光有天地水不好看 我种点植物吧 种点花 结果种点花发现 这个不够生机勃勃 我再弄点鸟吧 再弄点动物吧 每一天就对前一天的创造 觉得不好不完美 所以才补上东西 这样理解就是很可怕了 对不对 你就把神认为是一个跟人一样 做事是顾头不顾脚 做事是没有一个前瞻性和总体性 这种理解太可怕了 这就叫碎片式的理解创造 可是我们明明知道 六日都是创造的整体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在人所看到的 理解的时间中慢慢展开的 也许在神那里 那是一刻都承认的 只不过以你人的角度来看 它是慢慢的按着次序展开的 所以说神才讲 每一天的创造都是好的 当最后一天人造了以后 上帝不是说人 他甚好 而是说整个这个创造的功 完全了之后 所有这一切造物在他来看 甚好 你要注意 不是说人顺好 超过其他一切 而是说这个整体的创造 现在成就了 再咱来看 顺好 于是他在第七日 安息日 休息了 你这个休息 在呼应 那在没有创造之先 那永恒的荣耀和安息 这就叫创造 我相信这个我们还都很好理解 你不会认为神是在不断的在那打骨钉的创造 对吧 但是为什么在旧书当中 很多时候基督徒就不这么看了呢 我们都认同创造是一个整体 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并不认同旧书也是一个整体 至少当年的我就不这么认为 当时我因为看不明白圣经 也就是因为没有圣约神学这样的一种神学的框架和系统在 所以呢 我就把圣经和旧书历史看成是一段一段的 66卷圣经 就是66块碎片拼成的一件乞丐穿的摆纳衣一样的东西 就是66段连起来的一条香肠 66根香肠组成的一大块香肠 简单的来说我们这种碎片的或者片段式的理解方式 就会把旧书这一件浑然一体的事 看成割裂的支离破碎 在这种碎片式的理解圣经和旧书历史的时候 人就会把神看得跟他自己一样 就好像神是一记不成不成再生一记 就好像他是一系列的措手不及和亡羊补老祖上的 好像亚当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出乎了他的预料 而只好赶快忙不迭的补救一下 而且还越补窟窿越大 到最后补不上了 只好自己下来收拾参局 真的有很多人就这么理解圣经 如果真是这样 这还能叫信仰吗 这样一辈连你都不如的 没有全局观的上帝 值得你相信吗 这样一个做事前后矛盾的上帝 应该是相信吗 他还是上帝吗 如果信仰这样的上帝 这跟无审论或者进化论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对不对 过了好久好久 我才知道 我当时的这种碎片的七段式的想法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 神学上 这种三观 这种碎片式理解的方式 基本都属于一种神学 叫时代论 这我就不多说了 我会把这个文章发上去 我引用了一个目者总结的 时代论和圣约神学 有三十个主要差异是什么 这也有一个简单的 所谓的时代论 简单说就是他把圣经 把历史分成了不同的时代 有的分成七个或者八个时代 有的分成四个时代 至少会分成三个时代 至少分成三个时代的 就是最后这种 他说整个旧书历史就是 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 所以产生出很多的应用 比如 旧约没用了 只信新约就好 有没有听过 或者那都是给 以色列人的律法时代的事 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 只讲恩典 不需要确认最悔改的 然后将来我们大家 要一起做王的一千年 千几年国度 那叫国度时代 他认为神就是在不断地 把他创造的东西废掉 不断地在亡羊补牢 在打普丁 那不是一个整体 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世界 就会出问题 所以不是说这件 基督教牌的衬衫 设计的有问题 是你穿的方式有问题 我们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三十个区别 而是说你穿的方式有问题 不是这个衬衫设计有问题 是你的第一个扣子 扣错的地方 所以你这个衬衫到处古包 看起来辣眼睛 就是这个原因 而圣约神学 圣约史观 就是我刚才说的 更新了我的三观 最重要的那个扣子 之所以说是更新 就是说我的视角 是完全被恩典颠覆了 思维彻底被福音逆转了 原先我看圣经 就是吃力破碎的 貌似我懂得其中 很多一段一段经文的意思 但是整体还连起来 什么意思 我说不清 你问我整体上 圣经到底要说什么 我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非逼我 我就只好把我学来的东西 鹦鹉学舌的告诉你 就是整本圣经 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你不能说这句话错 但你说这就是 全部的圣经的意思 那就错了 看待历史也是这样 原来我可能知道 不少史料 但是没有史观 所以一方面 我不知道怎么分辨 历史事件的真假 更要命的是 即便那是个真的事件 你也不知道 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件事到底好还是坏 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判断的依据在 然后时间长了 你不会觉得你有问题 时间长了 你会开始自以为意义的认为 这说明历史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原来的史观 那跟三国演义的史观 没有啥区别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反正没意义 就是这么循环 此循环 你说这怎么样 这无所谓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搞历史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历史 整体来看就没有意义 那么你现在所生活的 现在 在将来 势必也成为历史 它同样就没有意义 至少没有整体性的 形而上的意义 所以我现在回头看 当时的我 骨子里认为 世界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活得就像一个 佛系基督徒 浑浑恶恶 醉生梦死 同时却又自命不凡 自明得以 就这种意思 所以你这个第一个扣子 扣错之后 这就是鼓起来的大包 这种生活态度 不但影响你自己 还影响你的身边的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害无穷 如今反思 我反思当时的我 以及也许现在 还有很多 我们的弟兄姊妹 中国基督徒 为什么特别会受 这种时代论影响 我想这个跟我们的 原因肯定很复杂 我不想给你一个 特别简单的结论 因为我下面要说的就是 很多事情 并没有简单结论 这个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 就像有一个人提出 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我们中国人 貌似这个思维方式很复杂 而一个美国人 通常来说 貌似他的思维方式很简单 对不对 但其实可能恰好相反 实际上 他是有一整套很复杂的思维 我记得以前我就讲过 在911那个飞机之上 就在歹徒劫持了飞机之后 根据后来的那黑匣子 以及一些其他的证据 简明 飞机上的乘客 是看到有人接机了 立刻开了一个会 投票 最后大家一起决定 我们要一起来制服歹徒 你想想在临死的时候 你会想到投票会开会吗 可以说这种东西 在他们的骨子里 从小就教育了 所以他们掌握的是一套复杂系统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看上去很简单 可是我们掌握了碎片式的 一百多种 一千多种碎片化的思维 然后把这些碎片化的简单思维 叠加在一起 看上去很复杂 其实不是复杂 是很繁琐 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 没有复杂思维 只有繁琐思维 我们都是各种的自相矛盾 这种简单思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就 最简单的 就在当年 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街头采访 抓住一个人就问 你幸福吗 你就必须回答 我幸福还是我不幸福 对吧 可是你觉得幸福 是这么简单 可以回答的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吧 把很复杂的问题 给你简单化处理 对不对 其实它完全可以说 我对我目前的身体状况 还是满意的 但是我现在上学有问题 然后我家房子可以拆迁 但是我刚刚结婚 还挺开心的 这是一个人的真实情况 对不对 结果我什么都不问 我就抓住 你幸福吗 你说 但是我总体上 不要但是 你幸不幸福 这叫简单思维 简单思维叠加而成的 那种繁琐思维 换一个词 这就叫巫术思维 大概类似于 你认为每个领域 有一个什么精灵 在那掌管 他们之间 啥关系 我不知道 反正我到这个山 就拜这个山神 到那个水 就拜那个水神 是吧 在哪块 就用哪个 只求有用就好 我才不管 你是不是一个整体 是不是统一的 这就叫巫术思维 有这么一个统计 也是说 现在中国人的无数思维 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这个不是信神的人写的 说18到69岁的公众 13.3%的迷信 20%的人相信 球签 抽签 撤签 26%的人相信 相面 14.7%的人相信星座 4.8%的相信 叠签 笔签 22%的相信 周公解梦 几乎 很多人都能重 是吧 就是能够上一些 特别简单的档 而且每次上 同样的档 说是有一个 领导干嘛 绝对不审论 啥也不信 去了一个下乡的时候 当地说 有个算命 先生 说特别厉害 他说我才不信 我就不信 他给我算出来 结果他去了之后 算了一命 出来的时候 痛哭流涕的 从此特别相信算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有一个事 肯定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先生给我说出来 算命先生说啥呢 说 你有两个儿子 一个离你很近 一个离你很远 这一句话 他说 哎呀 好可怕 我当年的确 有过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先夭折了 我现在还有一儿子 你看一个离我 等级一个离我 很远 太准了 就从此就相信 这就是无数思维 简单思维 他脑子 他都不懂心理学 其实你没有发现 算命先生说的话 大多数都是可以 做多种理解的吗 如果你家里 有两个孩子 你对其中一个 稍微偏心一点 也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说不对 我先救一个儿子 那人家可以解释为 也许你将来 还有一个儿子 其实这个是可以 很多角度说的 但是他马上就中招了 就说明他的脑子 真的是无数思维 他本身就是无数思维 是简单思维 他不知道有复杂的系统 所以整体性考虑问题 是什么意思 超出他的理解范围 太复杂了 对他来说 可是你总想躲避复杂 总想简单地看问题 最终就把自己 堕落到了无数当中 要求个非黑记者的答案 你跟他讲福音 其实很复杂 他说你别给我扯那个 你就说信耶稣 我的病能不能好 这就跟你幸不幸福 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这种意思 好 而且我们说 时代论的流行 还跟咱们中国的 或许跟文化传统有关系 我们的苦难太大 从古到极 所以隐隐约约 不由自主 很多人把拯救选民 耶稣弥赛亚 就当成了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其实真的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你把整体的 这个灰红的圣约 神的荣耀 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启示 直接改成了 就是为了救我 我得永生最重要 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救赎的渴望超越了一切 得永生成了一种功利主义 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中国话 你都看不出 这话的是圣经 是吧 所以信耶稣得永生 只不过成了你那套简单思维 库里边 又加上的最新一条简单思维 你仍然没有体系和信 这很可能 所以以信仰 以圣约神学为代表的这种三观 发展而出的 比如生活观 经济观 政治观 艺术观 科学观 教育观 婚恋观 家庭观 育儿观 等等等等 这就叫你的世界观嘛 对吧 这些所有的这些观念 彼此之间 其实是彼此呼应 严密配合的 就像一个生命系统 或者像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样 他彼此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是很完美的 很和谐的在配合的 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一堆碎片在这堆在一起 所以如果圣约神学 是衬衫上的第一个扣子 那么上边列举的这各种观 什么婚恋观 家庭观 教育观 经济观 政治观 都是上边其他的扣子 那么你就要反思一下 你这件衬衫有没有鼓包 你这个包是从哪儿鼓出来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是婚姻出了问题 还是教育出了问题 是你对工作的看法有了问题 还是你对于金钱的看法出了问题 现在最困扰你的是 婆媳关系 还是政教关系 你是被罪恶那种瘾 捆绑了 还是你现在陷入了空虚迷茫当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你有没有警惕过 会不会正是我们头脑里的那种 巫术思维 或者简单思维在作祟呢 有没有我们认真在神面前默想 究竟我是从哪个扣子开始扣错的 会不会就是第一个扣子就扣错 你想一想 从根上就错了 然后虽然你其中的某一个点 好像又归正回来了 你的婚姻端很正确 可是你的三观神学很错误 就在这儿之间有一个报 让你的这个神学和你的婚姻 不能够来和谐 于是你的婚姻端很和谐了 要以家庭为主 从此大大方方的放弃了一切服饰 回家老婆孩子让他走了 有可能这样 或者走另一个极端 家庭我扔了 我出去宣教去 我出去到非洲 给那儿非洲小黑孩 让他们信主 信福音 教他读书 认字 教他数学 教他外语 自己家三个孩子要 不去教这些 就全乱掉了 就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 是不是第一个扣子就扣错了 所以我们说 在这种时代论当中 被神所造的 被人的罪所伤的时间 虽然也受洗了 但受的是大水洗 甚至是洪水洗 是吧 结果是潮湿浑浊 不能够清晰一致 甚至说到洗礼问题也是 我们很多时候你仔细想 你坚持受大水洗 有多少成分 是你真的知道 那个是 有什么样的神学根据 还是有没有可能简单的 就是 可能水越多就越有效吧 是这样一种思维 会不会呢 是不是水越多越有效呢 沙漠这两个字 都是三点水 其实沙漠里边一点水也没 混沌这个偏旁 也是三点水 是吧 但一点也不清楚 所以不能这么去机械的理解 你要整体来看待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洗礼 洗礼最重要的是用水 并不是用多少水 对不对 这是要搞清楚 这个要害在哪的 更重要的是 水所代表的圣灵 有没有运行在水面上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 时间其实并不受洗 需要受洗的是 我们对于时间 也就是对于历史的观念 也就是你对于圣经的观念 需要受洗的是这个 我们是不是陷入了 自我的漩涡之中呢 是不是在沉浮于历史长河的同时 你忘了神在掌权呢 所以我们的大脑 一定要在神面前省察 到底是受了洗 还是浸了水呢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 最后我想用 就是亚巴拉罕凯伐 他是一个特别强烈坚持 上帝对一切领域都有主权 这样的一位神学家 用他在1898年 一百多年前 所说的一段 关于历史之和的一段话 作为我们这个 时间三讲的一个结束 他说 世界上只有一股宽广 充满活力的河流 从一开始就承受了未来的应许 这股河流起源于中东 稳定不断地从东流向西 从西欧又来到了北美大陆 从东海岸又流到西海岸 这条河流发源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 从那里流向了希腊 从希腊流到了罗马帝国 又从罗马天主教各国流向了西欧 北欧各国 从荷兰流向英格兰 再流到美洲 目前这河流在此处立等待 他向西的途中有日本和中国的阻拦 此外 也没人看得出将来东欧 斯拉夫民族会发生什么 但迄今为止 他们还未产生任何进展 尽管未来的面纱尚未揭开 这股从东方到西方的流动之河的历程 是不可否认的 我画的这个图就是他说的这个历史之河流淌的过程 越深的地方 越深色的地方就是基督徒比例越高的地方 越浅的就是越不信神的 越没有基督徒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河是怎么一步步流出来的 对吧 这就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回应 所以希望这时间的三篇 能够让我们对于时间 对历史 对圣经 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让我们可以以一个更加想靠 信赖神的主权 以荣耀神为乐的方式 来度我们在世的生活 好 让我们记住了高 主我们感谢你来对我们教会的带领 也包括你对我个人的带领 主啊 我们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 他们所走的人生 他们的路径都在你的心意和规划当中 我们自己纵然不知道 但是回头望去完全都是处于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求你这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 我们虽然可能多掌握了一些 关于你的知识和你所启示的智慧 但是主啊 也求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在从前也不过是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更浅的阶段 愿你能够使我们那些先得着的可以彼此等待 我们也能够来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 带领那些愿意真心渴慕你话语 愿意更加亲近你的弟兄姊妹 更多的认识你 更加以神为本 能够让我们真的明白 这我们做你的百姓 你做我们的神 这之间的深层次的全面的并不自相矛盾的和谐一致的意义是什么 主啊 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智力理性和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完全得到 是要出于你的恩典 求主你把这恩典临到我们的阳光教会 临到我们的前进的区会 临到我们所了解的长春的东北的中国的所有你所艰选的人当中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让我们以奉献的回应来敬拜神